天成玩具 帽盒 还有篮子之类的 那我们先打开看一下吧 我们先把这个打开 这个就是洗衣机了 它不仅门可以打开 里面也可以转动呢 这个呢 组装起来就是一个衣架了 那我们就组装一下吧 先把棍子插上去 这个也是很简单的 然后呢 把这个搭在上面 这可能是一块毛巾吧 用夹子夹住 小衣服晾起来 不错吧 我们再把地板装上 放上去 哇哦 一个简易的卫生间 我们再来拆第二个 这里有两本迷你的书 上面还有一些图案 这上面画的应该是 贺彩天使咯 我们把书放进书柜里 还有一瓶洗衣液 还有一瓶洗衣液 一件换洗的衣服 放在衣服楼里 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钟 放在这上面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一个 新型的锅 很可爱吧 接下来呢 就把地板拼上 好啦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上一期 做好的小房子拿出来 然后把它们拼上去 先把地板拼上 然后我们把这些小家具 摆进去作为装饰 洗衣机呢 要放在浴室里咯 把脏衣楼放在这里 这样换下来的衣服 就可以直接放在这里咯 还有一个是 这个晾衣架 我们可以放在室外 下面这是一个书柜 我们可以试着把它放在卧室里 但是好像有点大呀 那我们还是放在客厅里吧 这样就站好啦 这个洗衣液 要放在卫生间的小锅 当然是要放在这里咯 好啦 这样都全都完成咯 哇 太好了 有了洗衣机 以后洗衣服就更方便了 哇 那有了脏衣楼 洗衣服的事情 就由我来整理吧 洗好的衣服 一定要及时晾晒哦 哇 有了一个新的书柜 里面可以放很多书 还有一个闹钟 我太喜欢这套家具了 好啦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拆到了两套很可爱的家具呢 我们的天使非常喜欢哦 你们喜欢吗 好啦 那今天就到这里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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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